今天上午的10时12分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精确控制下 嫦娥6号探测器成功实施了静越制动 顺利进入到环越轨道飞行 据了解 静越制动是嫦娥6号探测器 在飞行过程中的一次关键轨道控制 嫦娥6号探测器飞临月球附近时 实施刹车制动 使其相对速度低于月球逃逸速度 从而被月球引力捕获 实现绕越飞行 刹车难度不容小觑 如果速度没有降下来 嫦娥6号将滑入外太空 如果刹车过猛 则可能与月球碰撞 目前来看完成的还是非常符合预期的 第一次静越制动 它是一个唯一的一次控制机会 错过了之后就不能滑上月球 把它顺利完成 后续的然后环绕的 包括着陆 采样 起飞 才有后续的工作 嫦娥6号是中国探月工程四期的关键一环 今年3月20号 雀桥2号中继星成功发射 为地月间中继通信架设了新雀桥 后续 嫦娥6号将在雀桥2号中继星的支持下 调整环越轨道高度和轻角 择机实施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 与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分离 之后 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实施月球背面 南极埃特肯盆地软着陆 按计划开展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任务 凤凤卫视组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特肯盆地软着陆